请不要再雾名化 18%优惠利息引起社会这么大的纷扰 是某些政党或者某些民意代表的炒作 为了选举的炒作 弄得我们国家这样子囚禁 忍心吗 我在这边举三点说明 第一个18%优惠利息 是国家依法律及行政命令 给公教人员的固有权益 不是凭空而来的 忠实 有所跟其他阶层有所不同 但是基于信赖保护原则 我们能够随便的辉职吗 所以到现在为止 国民党予以捍卫 这是我们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为了社会安定 而不是单纯的只为军公教而已 当一个执政的团政府 随时都可以改 随时都可以不依法处理的时候 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 所以蔡英文说 84年以前的这个 可以领是他的改革 其实大错特错 我们在退博新制 我们在退博新制八四年七月一号十四的时候 我们就说 未来新的公务人员都不四月十八% 利息优惠 已经进行了改革 那是国民党的改革 预估一百三十年 一百民国一百三七年 最后领十八八的人员没有了以后 这一个就跟老国大老立委临近革命一样 完成了这个退休辅恤的改革吧 所以说绝不是民进党可以任意 剖切这改革的功劳 第二个 现在新实施的这个基础 是建立在民进党的改革的之上 95年2月16号开始实施 这个改革 这是民进党提出的 那时候是还没还没有法律 还没有通过 任意以行政命令来处理 所以我们在95年12月12号朝野协商 撤销了民进党这个 这个维华的这个改革 重新界定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改革 民进党的所有委员 如果不这个新制没有改革的话 没有法制化的话 还不是继续实施吗 实施的是按照行政命令 是维华的 所以民进党委员 你不要期盲社会大众 制造社会对立 因为新制是更合理更公平 而且影响的层面比较小 另外就是 支持基层 支持久任 最后 我们对于劳工 对于渔民 对于农民 我们都一样支持啊 只要各政党提出 请不吝点赞�